8.3 兑運行 他的油條是夾了一堆青葱 青葱然後跟辣椒還有飯菜 每一個肉�.像西馬上湯汁 哇 多多汁 外表是豆皮 然後中間夾著鮮肉 好特別 第一次吃到這種東西 到了 這是花生醬嗎 哇 起司啊 韓式醬燒肉的千層酥蛋餅55元 然後我再加一個10塊的起司 你看那個起司 它上面那個酥皮超級脆 然後那個起司會坎西 然後裡面搭配的是很大塊的 那種韓式的那種醬燒的肉 它那個酥皮蛋餅的外皮 就是糊糊酥酥的 有點像那個蔥抓餅的感覺 但是它沒有像蔥抓餅這麼的潤 它比較偏像是那種 法式酥皮濃湯上面那種酥皮 很爽但是不會太油膩 蘿蔔糕 它蘿蔔糕感覺是弄 不知道是弄煎牛 可是我感覺是有點像是弄炸的 它外面整層全部都是那種酥酥脆脆 你那個筷子夾下去 會咔嚓咔嚓咔嚓的那種聲音 花生亂掉牛肉堡 70塊 然後因為它加了那個花生 喔 花生醬好濃 花生醬配蛋再配那個肉 還有它底下生菜給的蠻多的 然後加上它有加一些那個 應該是類似像千島醬跟蜂蜜芥末醬 黏在上面 這個好吃 這個點 這個要點 這個是120塊 奶油煎的這種酥香的那個 法式吐司 然後上面是用奶油烤過 然後加上煉乳跟糖粉 薯品起司蛋塔 然後裡面是薯餅 等一下可以來搭一看 哇 它薯餅超級厚 好脆喔 牙切切鮮脆 然後外面那個蛋 鬆鬆軟軟的 先吃吃看看這個包子 嗯 嗯 肉質好多喔 配上台東的冬泉辣椒醬 這樣沾來吃 哇 好好吃喔 嗯 有糖好味 很像是 剛剛喝起來有點像是那種 大骨的那種高湯 然後有加一些 醬香的味道在裡面 每一個豆皮都像西芒的湯汁 有沒有 哇 超多汁 外表是 外表是 豆皮 然後中間是夾的鮮肉 好特別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東西 然後沾一下那個 辣椒的醬油醬汁 它中間那個肉就是那個包子的肉 然後外面是那個 外面是那種 薄的豆皮 哇 這家好吃 哇 這家好吃 再一個 再一個 不嚐到 它的油條是夾了一堆蔥 青蔥跟辣椒還有酸菜 第一次吃到這一種 超酸 它這個燒餅如果是喜歡吃蔥的人就超愛 這個蔥不會太有太大的腥味 然後它的燒餅是屬 比較滷 比較有那個 紮實的口感 剛有看到它在蛋餅整個滿滿裡面塞爆蔥 這真的是吃蔥者的天堂 這真的是吃蔥者的天堂 滿滿的是蔥 看起來是有油條阿 蔥然後加了醬油 然後裡面已經 油條然後有蛋 其實我以前也不太敢吃鹹豆漿 因為我覺得它的外觀看起來很像 很像某種東西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就有點像是鹹的 豆花加蛋 而且每天的味道都有點不太一樣 有一些人會加醋 然後有一些人喜歡吃加菜 我喜歡吃加菜 我覺得它的蛋餅跟燒餅真的滿足 好啦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在地 可以推薦給我們的名單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大家所有的網友 分享一下你們喜歡吃 你以前在地在台中吃的早餐店 好 掰掰